大家好,我是吉達 今天這部片呢,是我們 JAPBON HOME DATE DAD的企劃 這個企劃呢,是我會跟其他的YouTuber 也要一起拍同樣相關的主題 可是是不同地區的喔 所以呢,這邊呢,是我要拍香港地區的 今天我要拍的是 台灣對我們香港人的 刻板印象是什麼? Oh my god,嚇死我了 你怎樣辦? 好美啊 因為有力哦 講什麼? 對嗎? 我拉完之後真的發現蠻多 台灣同學對我們有一些刻板印象 然後我已經整理出來了 那我們就一樣一樣來講一下吧 第一啊! 他們覺得我們都很兇 感覺就比較兇一點 可能因為講話很快吧 覺得很兇喔 就是眾音很多,聽起來像吵架一樣 看一些影片都是看到 他們的髒話就是特別厲害 特別有power 基本上兇就是不禮貌的成分之一 哦,就說我們不禮貌 你也對硬要這樣講 這不禮貌 就是有必要 我來被我吃飯啊 蛤?你跟我講話就沒走運 應該不成功喔 根本是哪裡呢?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在吵架 我們討論的可能都是那種 家常便飯 家常便飯 問你吃飯了沒而已 真的真的 第二個 他覺得我們很直接 跟台灣人比的話可能會比較直接 香港人都會直接跟你說 哦,我就是要這個 就是要,他就會直接說要那樣 不會說什麼都可以什麼的 很直接很帥 啊為什麼? 就是 就是看那種港匪片就覺得很帥啊 要跟不要都很明確的告訴你 像我前幾天就跟朋友去老街那邊吃東西 其實已經吃完那輪了 所以我已經覺得啊很飽了 就想這樣走 台灣的朋友他非常好 他記住我一來到的時候就想喝一個牛奶 那他走的時候就問我說 哎,要不要買這個牛奶回去啊 我就說哦,不要 然後他就嚇到了 哦 原來你是這樣子的 我了解了 原來你是這麼直接的 這東西其實講明白不是很好嗎 如果台灣同學的話 他們比較會用婉轉的方式 就是說 哦,我再看看 或者是哦,我沒關係 這個呢就讓我在大一的時候非常苦惱 因為他們的再看看 我就以為 嗯,對,他要再看看 那代表他需要這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再逛一下 然後再回來再去買 可是我了解台灣人 比較都是用這麼婉轉的方式來溝通嘛 所以一接觸到我們 這麼直接 哦,這麼快 他們就會 哇,嚇到 哦 第三樣 我們節奏非常的快 講話很可愛 然後很快 對,很快 我覺得很快 走路的時候之類的 哦,講話也很快 我搭電伏梯 結果我搭電伏梯 就會變好了 我覺得香港人生活步調比較快 吃飯也很快哦 我可以五分鐘吃碗一碗麵 對啊,我要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聽說啦 聽說你們就是走路都跟跑的一樣 可是其實我們走得很舒服,你知道嗎 啊,真的嗎 下面就是 下面只是在跑 在上面是 就天生就是運動健將 因為我自己走路啊 我朋友說我是在飛 就 就已經走到前面了 哎,這個是我從中學就開始訓練的 就是台灣說的高三 我們就已經可以出去吃飯 我那時候要 只有一個小時可以吃那個飯 又要等來的時間 餐廳也很趕啊 哇,學生你我趕不回去 然後又要被煩了怎麼辦 因為我們也要吃得很快啊 然後趕不回去那怎麼辦 所以呢 從小就已經 習慣這個速度很快很快很快了 所以一旦慢下來 反而是我們 哎,怎麼會這麼慢啊 不行啊 香港人可以放慢一下 你的物料 放慢一下這個世界 第四 他們都覺得我們香港街頭 都很多古惑宅 而且一直在 長 呃,槍 戰 我有看過古惑宅那系列的電影 所以我就覺得 香港很多古惑宅 古惑宅 古惑宅 就是看一些那個警察故事啊 就是裡面都很多那種小壞壞 在街頭上面都很一直在槍這樣子 對對對 就逛街逛逛很多槍聲這樣啾啾啾這樣 超可怕的吧 嗯 感覺上好像就是很多這種 你們俗稱的 Yeah 古惑宅 古惑宅啊 在街上走來走去 對啊,因為感覺都兇兇的 哈哈 不是啊 就是相當的安寧 就大半夜也可以走出門 安寧的 真的嗎 當然 我們都半夜去購物啊 搞什麼 香港人都有通宵的巴士給你回家的啊 小巴的啊 還有巴士啊 你玩都兩三點 沒問題 看這部片 其實香港的自然是很好的 你也可以在街上很多時候看到我們有警察 在那邊走來走去巡邏 航壁 我們叫航壁 絕對不會像你們看那些影片 那些電影一樣 所以你們來的時候可以安心放心一點 第五 英文非常的好 會這樣覺得 一定會這樣覺得 百分之百 我家去香港姑姑的小孩 就是我的堂弟 表弟 他們就是念那種英文 全部英文 然後從很小的時候 他們就是英文寫日記 英文寫報告 英文寫什麼什麼 我就 我在那邊Apple的時候 他們在用英文寫日記 然後很多香港朋友他們英文都超流利的 那個香港人感覺英文很好 這是聽朋友講的嗎 聽媽媽講的 國際貿易很重要的一個點嘛 一個港口嘛 所以我覺得英文程度的話 香港人應該是贏過台灣的 的確非常多同學 在我大一來的時候 他們聽到我是香港的人 就認為我的英文是很厲害的 但我也想跟大家說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 有很多英文不好的人 我就是其中一個不好的人 Elephant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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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 沒有像影片那麼爛 先不要罵我 先不要罵我 但我的確我英文是不好的 成績一直都沒有很好 然後你說如果你在香港街上 隨便跟一個人講英文 他都可以對答非常如流的話 我覺得也是沒有這麼誇張的 也不是每一個香港都可以用這麼流利的 英文來回應的 真的沒有 當然也有很多 我身邊的香港朋友的英文 一定是有一個水準的啦 是蠻不錯的 但我只想告訴大家 對 有好的 可是也有很多不好的 第六 很獨立 我會獨立才會 來到台灣自己來這裡學習 我認識的很多都是大學生的時候 就已經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了 我那個嫁去香港的姑姑 她的小孩也是 從小就讓她獨立自己做很多事 那我跟台灣朋友聊過之後呢 我的確覺得 我們是比較早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香港很少 像台灣這樣子 每一個人讀完高中之後 都很順利就去念大學 念完大學之後 又有很多人直接就去念那個研究所 可是香港呢 如果你考不上大學 也沒有去念一些什麼文憑的之類的 我們很多人高中之後 就會直接去工作了 很多人很早就已經踏入社會了 就已經要照顧自己 去養自己了 所以呢 香港人比較獨立呢 我也是覺得 嗯 認同 最後呢 我自己也有一個感受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香港啊 很冷漠 我分享一個事情吧 就我之前就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一個老婆婆 她是賣報紙的 然後呢 有一晚上呢 她就被一個東南亞籍的那一些男生 要去搶劫 就把她的那個錢啊 她所有的錢放在一個罐子裡面 就把那罐子就搶走 然後呢 這件事情被報道之後呢 其實第二天 馬上 很多香港人看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就會可能就特地過去跟她買報紙 就這樣子默默放下五百塊去買一份報紙 一份報紙 可能只有幾塊錢就買到一份了 有一些人就放下一千塊 然後那個老婆婆說轉身是 都不知道是誰放的 可是就知道這份心意 是想幫她 我們也有這個熱情的一面 只是我們熱情不是說 哎呦很明顯 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我們真的有這個需要呢 我們就這樣子 默默的我去幫你 就香港 我自己覺得 不是什麼一個很 真的這麼冷漠 這麼冷血的人 就是我很想跟大家講的 好了 那我這部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裡了 那我就給你們看看 我們這個禮拜 其他兩組要拍這個主題的 我們的成員 耶嘿 耶嘿 這個是我們 JAPO HONDAI 的企劃 所以呢 除了我香港地區之外呢 還有 馬來西亞 還有 海國那個 對 都會拍這個主題 所以一定要去他們頻道 都看完 好不好 然後記得 這裡是我們的Instagram 記得要追蹤一下哦 一定要追蹤哦 追蹤 我們每兩個禮拜三 七點 然後就會有JAPO HONDAI 企劃影片了 記得要來看哦 下一週的人加油哦 謝謝 為什麼 呢 為什麼 呢